养兰花特别担心兰花会感染软腐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兰花是否感染了软腐病呢 那么就教大家如何辨别三个特征 首先第一个特征就是心苗得病 一般软腐病它主要是在心苗上发病 一般老苗是不会发病的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就是发病的部位 软腐病发病的部位 一般在颅头与叶肌相连的连接处 它对于植株最大的危害主要是苗体 而不是颅头 所以它颅头不会出现这种腐烂的情况 如果是颅头腐烂的话 那可能是禁腐 如果是叶肌部这个部位往上走 那么这就是软腐 第三个特征就可以用手感和嗅觉来判断 那就是你的兰花如果感染软腐的话 它一般在叶肌处最先得病 那么我们轻轻一提南苗的叶腥 就很容易抽出来 而且还会伴有一阵劣质的 这个酒精这种恶臭的气味 而且用手去戳的话 它还会非常的粘手 气味主要是一些腐烂的臭味 所以它和禁腐病也是有挺大区别的 如果是感染了软腐的话 一定要及时的脱盆 将这个感染软腐的苗 一定要及时的切除 并且进行杀菌处理才行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